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毒蛇欲经》其实是引字杂含1172经 这经提到有一个人他得罪了国王 国王要处罚他就命他好好守护一个小箱子 这不是普通的小箱子 这小箱子里面装有四条毒蛇 国王就命令这个罪人 要他好好守护这四条毒蛇 而且要好好的喂他 还要跟他按摩洗澡 有时候要把他引出来透透气 时间到了要把他关进来 如果说你惹恼了这四条毒蛇的话 他会咬死人 即使没有被咬死的话 也会受伤 结果这个人他其实也是蛮有智慧的 他心里想 一条毒蛇都不容易了 何况是四条毒蛇 接近的话会伤害的生命 所以他就抛开了这个小箱子就逃走了 国王就令五个人拿着刀来追他 因为他警觉性很高 明得来这些五个都被他闪躲过了 国王又找一个人口善心恶 嘴巴是跟他说我们很要好 但是其实是心怀诡诈 跟他讲你如果好好按部就班来养这毒蛇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苦 但是那个人心里想 那你真是爱说笑 要不然你自己来养好了 他想一想 这毒蛇不好亲近 所以他还是逃走了 那逃走了以后 又有六个贼人 也暗中想要追杀他 然后他就跑到一个空村 看到这个空村呢 非常腐朽败坏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在 那稍微一摸他就脆掉了 那有一个人就告诉他 这空村平常虽然空荡荡的 但是经常会有盗贼出没 他一来的话也会把你害死 这个人他一听很紧张 有四条毒蛇 有五个拔刀贼 又心怀狡诈外线侵善的贼 还有空村的群贼 大家都来追杀他 所以他就赶快跑路 结果陶陶陶看到有一条河 水非常湍急 他想一想 此岸有很多的危险部位 看到彼岸非常安稳 快乐清凉无比 但是没有桥可以渡过 所以他心里想 那怎么办呢 就赶紧在岸边 抓了一些草木 把他捆绑成为木筏 然后他就趴在船筏上面 用手脚来拨水 以手足方便渡到彼岸 渡到彼岸就得到解脱 那佛说 这个小箱子在批语什么呢 就批语人参 我们这个参 是四大跟四大所造色甲合 这个身体 我们经常给它喂食 帮它洗澡 按摩 种种让它享受 但是喂食它 或者养护它 其实都是养这四条蛇 那这毒蛇 就是批语四大 地 水 火 风 四大 那四大不调 人就会生病 或者会命中 那这五个拔刀贼 其实就是在辟育五曲运 众生执着五运 内六贼 就是辟育有六种喜爱 空春就辟育六根 事实上这空春 照经讲 它因为很破旧 你稍微一摸 它就会腐朽 所以其实六根 也是无常虚畏之法 空春会有盗贼出没 这个就辟育外六成 有外在的六成 色生香味触法 那么它看到有一条河 这个河流 就是辟育我们的三爱 就是欲爱 色爱 无色爱 就是烦恼河 那此案多恐怖 就是辟育我们在世间轮回 这个此案 彼岸清凉 再辟育五与内盘 那所做的这个法 要渡河的 这个法就辟育八正道 那手足方便 来滑这个水 要渡彼岸 这个就是在辟育 要精进勇猛到彼岸 到达彼岸 那就是就近涅槃 这个是杂含 一一七二经 大致敦论 它是在第十二卷提到 大致敦论又对这个辟育 有补充说明 说这个王 其实就是魔王 魔王叫这个罪人 来养蛇 这小箱子就辟育人身 那有一个人 口善心恶 就是染灼 那跟这个故事 有一点关联的 是在杂僻玉经 杂僻玉经 在大政杖第四册 五百零三页的上栏 这边提到 过去有一个修行人 在山中修行 那山中有很多毒蛇 修行人最怕毒蛇了 所以他就在一棵树下 架高他的残坐 希望能够很安全 不要被毒蛇所侵扰 但是他打坐的时候 最苦恼的就是 很容易昏沉 打瞌睡 一上座就无法克制 不知不觉 又打几颗睡 那时候有一个天人 怜悯他 希望他能够静静修行 就故意笑得很大声 要吵他 他一听有人吵 结果醒来以后 不知不觉 又呼呼大睡了 天人没办法 就利用晚上的时候 说道人道人 毒蛇来了 毒蛇来了 因为他最怕毒蛇 结果他就赶快爬起来 燃了灯烛 找毒蛇在哪里 想要把他去除 找不到 他又继续坐 然后又继续睡 结果天人又说 毒蛇来了 毒蛇来了 三分两次 不生其扰 后来他就发脾气了 天人 你为什么打妄语 根本没有毒蛇 你为什么这样子吓人 天人就告诉他 你为什么不至关内毒蛇 而只是来求外在的毒蛇 身中有四条毒蛇 你不去去除 你却只想去除外在的毒蛇 那内在的四毒蛇 其实就是扎喊 一一七二经所说的四大 我们的四大 对四大的执着 那这修行人听闻天人说的话以后 他自己想 我如果仔细变身观察 全身这样子仔细的观察 我们这个身 只不过是四大假和 但是我们却爱惜这个身 不断地替他按摩 用好吃的或者穿的 好好的呵护着他 但是他其实是最忘恩负义的 我们这样的服侍他 反而最后他却带着我们去三恶道受苦 根本没有报恩 他是最忘恩负义的 我们这样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结果呢 都是在为这四条毒蛇 反而被这四条毒蛇所咬伤 那也是被五蕴 六衰所沉没 五蕴就是五拔刀贼 被这个五蕴所砍伤 你想要贪求射受响行事 要有热受 但是经常得来很多的痛苦 六衰就是射身相位触法 想要贪求享乐 但是呢 这些六成 它其实都会摔损我们的善根 所以叫六衰 因为这样子 不知道我们的身是四大假和 被四条毒蛇所咬 被五八刀贼的五曲韵所伤 又摔损我们的善根 以至五死结以来 一直在轮回 没办法得到解脱 这道人他心里想 原来天人的点化很有道理 不要只是怕外在的毒 其实最恐怖的是内在的毒 所以他就体悟到四弟 苦极灭道 体悟到无常空无我 天还没亮的时候 他就断尽烦恼 得六通 得解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外在的毒 只能伤我们的射身 而内在的毒 会害我们的灰命 内在的毒 才是最毒的 是我们应该要去除的 我们大家一起共勉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